男友的白月光镜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裁掉 男友默认一切发生 还说我这样出身的女孩 算计得让她害怕 这些年我跟着她挣了那么多 也该知足 全然忘记我是她公司第一大功臣 颠工颠婆是吧 好 我离职 顺便带走了90%的客户 出差半月 我谈妥一个几千万的大单 想赶在年会前给顾怀一个惊喜 但我风尘仆仆赶到现场 听到顾怀正在宣布公司被大资方收购了 众人哗然 下属纷纷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 但我比他们还恶然 身为公司的副总 我并没有听到 任何关于公司被收购的风声 而且 在副总的身份之外 我还是顾怀的女朋友 虽然最近半个月 我一直在海城出差 但我和顾怀几乎每天都有视频 可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跟我提起要卖掉公司的事 所以 是故意瞒着我的吧 我望着台上的男人 帅气挺拔 意气风发 看上去还是我熟悉又亲近的那个男人 甚至连身上穿的高定西装 都是我买的 他也看见了我 笑容僵在了他脸上 很明显 我赶回来 让他意外 我的心本能地往下沉去 顾怀很快调整了表情 继续宣布今晚的第二个重磅炸弹 资方派了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高管 来协助我管理公司 一道火红的身影登上台 赫然是我和顾怀曾经的死对头 许家妍 六年前 公司初创时 许家妍靠背景 轻而易举 便抢了我们一个跟了很久的客户 还讽刺我们这种出身普通的人 生来便是给他这样的人陪跑的 不过 老同学 你努力的样子真帅 继续努力吧 他吃笑着 上了旁边一辆大奔 扬长而去 那天晚上 顾怀喝醉了 我才知道 原来许家妍是他大学同学 他曾经暗恋过他 彼时他只是一个 山嘎拉里走出来的穷小子 他则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两人之间云你有别 他连喜欢 都只敢默默写在笔记本里 后来 那本记录着他满满爱意的笔记本 被许家妍撕碎扔在他脸上 那个白日里对谁都彬彬有礼的女同学 在暗夜里 激嘲地望着他 像望着一只蝼蚁 像你这样的屌丝 也敢喜欢我 没有镜子 总有尿吧 讲到这里的时候 顾怀自嘲地笑道 他说的没错 我确实没资格 或许 像我这样的屌丝 就该认命 半醉半醒的顾怀趴在我肩上 一阵良意浸透了我的衣服 我感觉我的心也被打湿了 我搬正他的脑袋 认真的望着他 顾怀 你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你是被我堂堂选中的男人 我不允许你失败 那时候 他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一定要把公司 开到内斯达克 上去敲钟 再不让任何人小瞧了我们 但现在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握住了许家言的手 许家言女士 是国外回来的高级管理人才 是公司主管人士的新副总 我相信 在许女士的带领下 公司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底下的喧哗声更盛了 好几个人聚到我身边来问我怎么回事 这女人谁呀 怎么顾总看上去跟她关系匪浅 许家言 听说她的背景深不可测 顾总这是攀上高知了 唐姐 公司该不会裁员吧 说什么呢 咱们可都是唐姐的人 有唐姐在 咱们怕什么 可是 唐唐姐 你跟了顾总这么多年 她卖公司的事都没告诉你一声吗 我没有回答他们 只是向台上望去 隔着璀璨灯火 许家言与顾怀并肩而立 宛若一对碧人 那么 我算什么呢 我的这个疑问 许家言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她当众宣布 她上任第一件事 便是要代表资方进行组织架构调整 从前公司是个初创团队 顾总又是个重感情的人 在选拔用人上难免存在论资排备现象 个别人能力不足 只因为加入公司早 便占据高位 躺在过去的功劳部上 不思进去 这种现象 在我这里坚决不允许发生 许家言这话 就差明这点我明了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望向我 六年前 我进公司的时候 公司加上顾怀 也只有六个人 现在公司发展到二百人的规模 我也从当初一个办公室打杂的 一路升职呈副总 但我这个副总怎么来的 没有人比顾怀更清楚 顾怀书生意气 不擅长应对客户 总觉得产品好了 自然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公司刚成立那会儿 我们明不见经传 我们的产品 连被客户认真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是我带着产品 一家一家去拜访 客户约不上 就在公司楼下等 在停车场等 在他有可能出现的任何地方等 客户没时间看方案 就绞尽脑汁 精益求精 力求能在三分钟内 抓住他的注意力 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 应酬喝酒喝进医院 也不是没有过 可以说公司的成功 有我一多半的功劳 我手头握着公司 百分之八十的重要客户 但现在许家妍轻飘飘的一句话 便否定了我从前的所有 我望着台上的顾怀 只感觉心脏一阵发紧 先是瞒着我卖掉公司 又任由许家妍在年会上大放厥词 这明显就是一场针对我的蓄谋已久的围剿 只是为什么呢 我想不通 过去的六年 我们并肩作战 心意相通 即使不是情侣 亦是兄弟和手足 但现在 我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被刺了 许家妍还在继续 接下来 公司会进行一轮优化调整 优化的目的是优胜劣汰 让那些失位素餐的人 让出自己的位置 能者居上 也请大家支持公司的决定 不要有任何顾虑 毕竟公司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 公司会引入更先进的管理理念 更完备的绩效考评系统 束手待毙 从来不是我的风格 在许家妍的喋喋不休中 我率先发声 请问许总 在年会上宣布裁员 也是你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的一部分吗 还有你口中 这位失位素餐的人是谁呀 不如说出来 让大家羡慕一下 我在春淮待了六年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样幸运的人啊 耳边响起吃笑声 许家妍的脸皮涨红 顾怀的视线今晚第一次落到我身上 最终 她安抚了许家妍几句 下台走到我身边 堂堂 卖公司和裁员的决定 都是我做的 跟家妍无关 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冲我来 不要为难她 有什么事 我们私下沟通 你有任何疑问 我都可以回复你 我跟着顾怀进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 曾经 我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开过会 亲密无间地畅想未来 但现在 我们并肩站在窗前 围于沉默 夜幕低垂 从这里望出去 整个园区黑区区的 梁九 才听到顾怀开口 堂堂 你还记得 我们刚搬进这里的时候吗 那时候 年轻气盛 还以为 我们真能去那斯达克敲钟 他滴滴地笑了笑 恍若自嘲 但是现在 大环境 每况愈下 这一年 光是这个园区里 就到了多少公司 光是支撑公司运营 我们已经举步维艰 养活这么多人 我太累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资方 愿意接手 何乐而不为呢 我简直要冷笑 顾怀 你想套现离场 又何必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公司每年都盈利 更别说我马上 就能签下沐远集团的大单 他打断我 马上签 不就意味着还没有签 做了这么久的生意 你我都懂 没有签下来的合同 我们就不好当 他真的存在 堂堂 说到底 你不是老板 并不知道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 顾怀定定望着我 眼神里流露出 深深的疲惫 我却只感到难过 为眼前这个男人 是到如今 还试图骗我 顾怀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压力 我会为了公司这么拼吗 公司开不下去的时候 是谁为了拿下一个大单 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吐血 现在为了签下沐远集团 又是谁连续一个月加班到夜里两点 是我呀 顾总 我哽咽着说不下去 顾怀不耐烦地抢过话头 堂堂 你是很努力 但我也没亏待你呀 放眼这个城市 还有哪个人像你一样的幸运 毕业于不知名的学校 才六年 已经在这个一线城市买车买房 我给了你一个老板能给的一切 你来公司三个月 就当上了业务总监 入职第四年 就已经年入百万 你是为了我拼吗 你是为了你自己在拼啊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顾怀 万万没想到 这样的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 眼前这个人如此陌生 仿佛从前跟我说 公司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的 那个顾怀被人换掉了灵魂 我还记得六年前 第一次见顾怀的情景 当时我因为考研失利 想随便找个班上 就进了顾怀的广告公司 顾怀录取了我 跟我说 别看公司现在小 但将来你就是公司的元老 起初 我对眼前这个冥冥 长得很好看 却浑身散发着 传销投资气质的老板 嗤之以鼻 原本 我只想摸摸鱼 来年接着考研 直到有一回 我发烧到38度 因为第二天 约好了要见客户 所以还是兢兢业业去上班 结果人都到了客户公司楼下 却被顾怀发现了 我发烧的事 他硬是客户都不见了 非带我去医院 我跟他说没事 才38度 还开玩笑说 我是钢铁达人 高烧不下火线 他却正色表示 人病了就得休息 不好好休息 就没法好好工作 那天 他陪我在医院挂了号 取了药 又亲自将我送回家 还给我熬了一锅八宝粥 嘱咐我一定要按时吃饭 我喝着八宝粥 心里想着这么好的老板 我把命卖给他都行 从小到大 顾怀是第一个认真对待 我生病的人 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入职第四个月 我正式放弃了考研 在顾怀公司尽心尽力 公司第一个百万大单 就是我签下的 当时 我纠缠贾方的对接人 将近两个月 对方烦不胜烦 终于答应跟我们见面 我和顾怀做了万全的准备 结果一见面 对方却指着桌上 三大杯白酒说 让我看看你们的诚意 顾怀当场就要发飙 我拉住他的手 仰头将那三杯酒咚咚灌下 然后人就倒下 直接进了医院 我醒来时 便看见顾怀正红着眼镜 守在床前 堂堂 为了我不值得 当时公司已经三个月 没开单了 再没有单子 连下个月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 顾怀知道 我这么拼都是为了他 但为了不让他落面子 我还是开玩笑表示 谁说我是为了你 这单要签下来 老娘的提成 一分都不能少 顾怀便笑了 温柔地望着我 好 都给你 后来那个客户去医院看我 当场签了合同 她笑着说 小姑娘有魄力 为了合同 既然能豁出命去 我信你肯定能好好干活 而公司也靠那一百万的合同 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而我出院的时候 顾怀给我买了九十九朵玫瑰 冲我表白 她说她确定我就是她要找的人生伴侣 问我愿不愿意做她的女朋友 我答应她之后 她抱着我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郑重向我承诺 堂堂 我顾怀发誓 这辈子绝不负你 那晚 她还说 从今以后 公司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想起这些 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不知道 从前那个有着赤子之心的男人 与眼前这个满嘴都是狡辩之词的 是块伤人 哪个是真实的她 哪个又是她一直以来戴着的面具 顾怀不再看我 她转过身去 重新望向窗外的黑暗 堂堂 正因为料到了你现在这个反应 所以我才瞒着你 有些话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人生每个阶段的追求都不一样 曾经我们志同道合 所以一起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旅程 到现在 既然我们的目标已经有了分歧 我想分开 或许对我们是最好的结果 我震惊地望着顾怀 亚抑于他 竟然能将复心之言 讲得如此清新脱俗 昔日那个宛若传销头子的 中二少年果然成长了 我冷笑问道 看来顾总果然攀上高知了 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真的爱许佳妍 还是爱她的背景 顾怀顿了顿 才说 有钱人家出身的女孩 跟你这样普通家庭出来的女孩不一样 她们算计得少 跟你在一起的很多时候 我总觉得如芒在辈 就像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公司该你的提成 你要得一分不少 有时候 你算计得让我害怕 我笑出了眼泪 原来顾怀一直是这么想我的 在我为她冲锋陷阵的时候 她一直担心提防着我 顾怀 谢谢你让我认清了你的真面目 而这个时候 有人推门镜子进来 是火红玫瑰许佳妍 她伸手跨上了顾怀的胳膊 轻腻地冲她眨了眨眼睛 阿怀 怎么谈了这么久 该不是唐小姐对你纠缠不清 不肯放手吧 不带顾怀回答 她又挑眉望着我 还是说 唐小姐要得太多 唐小姐 做人不能贪得无厌哦 你一个小镇来的女孩 能在大城市买车买房 这些年靠顾怀症的已经太多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要搞得那么不体面 在我裁掉你之前 自己离职吧 我不理会她的喋喋不休 直接扬起手 抽了顾怀一个响亮的耳光 而顾怀 因为猝不及防 并未躲闪 煞时 她的脸上 就多了五个红纸投印 她恼怒地望着我 你疯了 我说 这一巴掌 是为我曾经错付的感情打的 至于裁员 我等着你们的手段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忘了告诉你们 你们真是天造地设 一对垃圾 说完 我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第二天 我去上班 发现我的办公室 已经被许家言占了 我的私人物品 被装进两个小小的纸箱里 搁在桌子旁边 许家言得意洋洋地望着我 电脑是公司的 你的私人物品 都在这里了 当面清点清楚吧 可千万别说公司偷了你的东西 我昔日的下属 全都义愤填膺地望着她 我安抚地冲大家点头 平静地坐在许家言对面 直接谈赔偿吧 我在公司已经工作六年 作为副总的基本年薪是六十万 按照最低的赔偿标准 应该赔我七个月的工资 三十五万 但许家言拿出的离职协议上 补偿金只有一个月工资 她双手环臂 高高在上 我还是那句话 做人不要贪得无厌 你要是同意签 就乖乖走人 你要是不同意 大可以去仲裁 不过我想 你总不希望 在新东家做备调的时候 听到什么不好听的话吧 比如 你这个副总 可是靠着跟老板睡觉上位的呢 没有公司喜欢 你这样靠前规则上位的女性吧 我笑了 许家言做事 可真是赶尽杀绝 她是知道 怎么拿捏普通的职场女性的 可惜 我并不是出出茅庐的小女孩 在来公司之前 我刚刚见过我最大的甲方 东方集团的老板陈女士 陈女士就是当年 我第一个一百万的合作方 与我有着五年的交情 五年前 东方集团 正是靠着我带的广告团队 做上了饮品类快销品的第一把交椅 此后 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东方每年签给顾怀公司的合同 都在两千万上下 其实早在一年前 她便邀请我入职东方 说可以为我专门成立一家广告公司 这样既节约她东方集团的成本 也可以为我个人实现更大的价值 可彼时的我 为了和顾怀的内斯达克之约 对此委婉拒绝了 昨夜 我找了陈女士肯谭 我开诚不恭地问 一年前的话 还是否作数 陈女士大笑 说只要我愿意 我堂堂随时都是东方集团全资子公司的CEO 只等你处理好和顾怀那边的离职事宜 我将离职补偿协议拍到许佳妍面前 同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冲她摇了摇 你作为主管人事的副总 没有HR教过你 跟员工谈离职前先没收对方手机吗 你猜这份录音公布出去 是对你的影响大还是对我的影响大 许佳妍气急败坏 你因我 我摇摇头 不不不 是你自己又蠢又坏而已 七个月的赔偿 一分都不能少 否则我不介意送你上头条 许佳妍气到脸色都变了 而我只是气定神闲地望着她 就你这样的专业能力 我真为公司的前途忧虑啊 感谢你提前开了我 许女士 我们江湖再见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里面传来梯里啪啦 砸东西的声音 想来 许佳妍要被我气死了 而我迎头撞上文讯赶来的顾怀 她一脸不赞成地看着我 堂堂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何苦为了这么点钱 把事情做绝 惹恼佳妍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以她的背景 可以让你在这个圈子里 找不到任何工作 你还有房贷要还 利害关系 不用我跟你说了吧 纵然 我已经对顾怀死心 但她此番发言 还是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原来 她的底线这么低 已经不配做人了 我笑了 可惜我跟你不一样 我对做狗没兴趣 好好给你的大小姐当狗吧 我将带了六年的公牌摘下来 随手扔进垃圾桶 与她擦肩而过 没再看她一眼 顾怀 再见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次再见 我就是她公司最大的 甲方东方集团的对接人了 对此 我很期待 我离开春怀的时候 很多从前的同事和下属 都跟着出来给我送别 我特意数了数 一共有二十一人 几乎所有人的脸上 都挂着唏嘘二字 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几个小年轻 更是眼泪汪汪 也是从年会到我走 只相隔了不到二十四小时 其中 销售新人魏盈和随小山 当场说要跟我走 唐总 这么恶心的公司 我可不带了 你去拿我们去拿 财务的董小姐则拉着我的手说 舍不得我 这些昔日的战友如此意气 能在顾怀和许佳妍眼皮底下 出来送我 我当然是很感谢 所以劝他们不要冲动 与此同时 我开口邀请他们 当晚到本市最火的餐厅 一起吃个便饭 晚上七点 我做东 大家都来 不做同事 还是可以做好朋友吗 一定要来哈 在场的人 全都狠狠点头 但我知道 真到了晚上 恐怕只有一半的人 能来赴我的宴 当下他们纷纷下来送我 只是因为在极短的时间内 目睹了我兢兢业业 却被无情抛弃的悲惨遭遇 腌制我的今天 不是他们的明天 同情心和悲凉感 占据了他们的头脑 而当他们回到公位 理智归位 想想房贷车贷 很可能又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不过能有一半人来吃我这顿饭 也就够了 毕竟入职东方集团 我也需要带些用得顺手的人 就当这顿晚宴 是我筛选合作伙伴的一个小测宴吧 晚上七点 南山饭店 果然如我所料 二十一个人里 有十一个人准时到了 没来的十个人中 又有九个人 给我单独发了微信 说了一些养家不易 环境不好 不敢辞职 但是助我在外大展宏图 之类的话 唯有一个叫方哲的 不但人没来 甚至连个消息都没给我发 对此 魏盈和随小山非常不满 直骂方哲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笑着给他俩倒了酒 只说人个有志 今朝不醉不归 就干掉了杯中酒 方哲不来 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三年前 我把他招进公司 将他从一个业务小白 培养成销售一组的组长 两年前 他母亲出车祸 他又刚买了婚房 拿不出现金去做手术 我二话没说 借给他十万 借条都没让他打 一年前 他老婆生了娃娃 我包了两万块钱的红包 怎么想 他都不该不来 许是怕我伤心 干了第一杯之后 这十一个火宝 又开了二瓶养酒 无人劝酒 晚宴却直接进入干杯的高潮 这个时候 包间的门被人从外头打开了 顾怀携着许家妍的手 走了进来 他们身后 还跟了一个人 正是我邀请了 却没有来的方哲 见我望向他 方哲先是垂了眼睛 紧接着想起什么 又理直气壮地抬起了头 看来 他已经做出属于他的选择了 我示然一笑 如此忘恩负义 倒省得我心内纠结 三人的到来 让包间的气氛一致 魏盈义愤填英 跳起来 指着方哲 方哲 你还真是狼心狗肺 你难道忘了 唐姐对你有多好 方哲无所谓地笑笑 你这话可就说 差了 我是春淮的员工 对我好的一向是公司 可不是唐盈 我劝你们也认清形势 你们拿的可是 顾总给的工资 魏盈气急了 撸袖子就要开干 放你的狗臭屁 方哲吓了一跳 本能地跳出房间 魏盈 你想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 你打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拉住魏盈 让他稍安勿躁 许家言已经笑起来 早听说唐副总在公司拉帮结派 今天可真是开眼了 你还真用公司的钱 给自己养了一群忠心耿耿的狗 随即他脸色一沉 公司不养吃里爬外之人 今天在座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看来都想被优化了 席间大多数人都被他言语间的不尊重激怒 但也有几个人面露惶恐 这几个人都是需要养家之人 想来许家言的威胁 对他们还是很有效的 顾怀满意地笑起来 堂堂进公司的时间长 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他招进来的 跟他共事时间也长 大家对他有感情 我可以理解 但各位也应该搞清楚 你们的衣食父母是公司 不是他堂堂 现在大环境不好 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也不愿意赶尽杀绝 我呢 今天也在隔壁开了一桌 如果有想来的 随时欢迎 这个时候 我不说话都不行了 我笑着站起来 原本还想过一会儿 再宣布这个消息 但既然顾总和许副总都这么说了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呢 也准备开一个公司 以后专注于根顾总打擂台 正好 公司现在缺人 愿意跟着我走的 我给大家掌心5% 席间诸人都明显松了一口气 魏莹已经叫起来 哇塞 堂姐 这么劲爆的消息 你怎么不早说 随小山哈哈大笑 就知道堂姐有办法 我们当然是跟堂姐走了 许家言吃笑出声 哈哈哈哈 你要开公司 简直是年度笑话 你知道怎么上下打点关系 你知道维持一个公司的运转 要花多少钱 天哪 就你这种出身 竟然也敢创业 真是汗不畏死啊 顾怀也皱眉 看着我 堂堂 我知道公司辞退了你 让你失了面子 但我劝你 还是清醒一点 家言说的没错 你以为开公司 是过家家吗 而且你自己冒险也就算了 但你还要带着这些人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是害了他们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死要面子 就为了跟我置气 就要带着这十几个人 一起上你的贼船 你这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 他们今天跟你喝得欢 但明天就要失业了 别扯什么去你开的公司上班哈 退一万步 就算你那个公司开张了 没有创业经验 几个月关门 那是必然的事 当然 你可能会说 你有亏本的底气 毕竟这些年 你跟着我挣下了身家 可到时候 这些跟着你的普通人 怎么办 说着 他一副对我痛心疾首的模样 还摇了摇头 我严禁于此 希望你不要那么自私 放这些人一条生路 人贵有自知之明 顾家言跟他一唱一和 哎呀 这你可就难为唐副总了 他最缺的就是自知之明了 他从前跟着你 什么都有你兜底 错把你的能力 公司的影响力 当成了自己的能力 良言难劝找死的鬼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要是还一意孤行 那就是他命里该绝 人都是吃亏才能长大的 就让他去吃亏吧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不是凭本事挣来的钱 都会凭本事亏掉 他得意地望着我 仿佛已经看见了我 亏得要跳楼的未来 这些也就算了 最后他竟然还撅着嘴 抱着顾怀的胳膊 撒起娇来 你别告诉我 你会心疼 顾怀怂怂间 宠溺地看着他 你想到哪去了 我只是看他可怜罢了 我被两个人 如此直白地秀恩爱 整得有点生理性反胃 屁放完了吗 颠公颠婆 我们这边 已经有人扑痴笑出声 顾怀脸色黑沉 堂堂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怂怂间 这顾总可就说差了 你可能忘了 当年要不是我 签下东方集团 公司早就完蛋了 当年我能拯救你的破烂公司 现在我自然能开好 我自己的公司 顾怀大怒 你将来可千万别哭着来求我 说完 他便拉着许家言的手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他们刚走 卫营便烹地开了一瓶红酒 接着奏乐接着舞 都给我喝起来 我笑问大家 你们不走 不怕像顾总说的 跟着我完蛋 随小山捞起一块鲍鱼田嘴里 走屁 来都来了 再走也晚了 还不如跟你一条道走道黑 再说 你听听顾怀刚才放的什么屁 什么公司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呸 我们只是出来上个班 可没想过给自己认爹认妈 另一个人也笑起来 就是看他俩那派头 就给我们发那点基础工资 恨不得我们原地下跪 搞搞清楚 公司是靠我们养活的好不好 劳动人民创造世界 没有我们 他俩资本家算个屁 就是平哥几个的本事 在哪不能挣口饭吃 至于去那两个 癫功癫婆手底下 受那个鸟气 开除我们 那正好给我赔个N加1 我拿了赔偿下一秒 就跟着唐姐继续发财 不提这些屌人了 满上 跟着唐姐发财 大家七嘴八舌推杯换盏 却说得我眼眶一热 突然想到一句话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段都算数 这些年 我在春怀 虽然遭遇了顾怀这个渣男 但也交下了这些好朋友 眼前这些我真心相待过的人 并没有辜负我的真心 我在大家的生生发财中 向大家昭告了我的背后 是东方集团的好消息 所谓背靠大树好乘梁 从今往后 咱们背后也算是有数的人了 大家纷纷欢呼起来 怪我狡猾 竟然最后才说这个重磅消息 我也笑起来 如果说此前大家愿意跟着我 是因为拿我当朋友 有义气的成分 那从现在起 大家才是真的上了我这条船 并且愿意齐心协力地 跟这条船一起扬帆远航 突然有点期待未来了 那天之后 我就投入了新公司 紧张地筹备工作 顾怀说我不懂创业 简直是旺本 除了公司成立的 那套手续我没有参与 其他类似组织架构 财务预算 人事管理等 跟开公司有关的一切 我在春怀的时候 都经历过 而现在 我有了东方集团 这座大靠山 筹备起新公司来 更是得心应手 而在我为了新公司 忙忙碌碌的时候 顾怀和许家言 也没消停 许家言在春怀 日日折腾那些那天 参加我饭局的人 想让他们自动离职 但那些人 早已得了我的受益 一致决定 在我的新公司 没办好手续之前 继续留在原公司 恶心顾怀和许家言 为此 他们还蹭了 某电影热点 专门为这次行动 起名叫广进计划 目标 被裁员 获得N加益赔偿 便向裁员广进 他们几个甚至还建了个群 把我也拉到群里 每天实时播放 许家言的奇葩手段 当然 为了迷惑许家言 他们专门在公司 演了一出戏 在许家言讽刺他们 怎么不跟我去创业的时候 垂头丧气地表示 我那天晚上 只是嘴上说说 后来 并没有对他们发出邀请 造成他们除了继续待在公司 无路可走的假象 以便让许家言 变本加厉地嚣张起来 不得不说 许家言因人 坏人 是教科书籍的 什么语言攻击 道德绑架 降心转岗 都是经典老提醒了 而这一切 都被群里的小伙伴 时时向我进行了播放 但不管他怎么骚操作 大家就是不辞职 这愈发助长了许家言的 嚣张气焰 一周之后 他找了那天饭局上的人 一一谈话 忠心思想事 既然都没辞职 都在春怀领工资 他就信任大家 希望大家配合公司 以后的工作安排 不要再吃着春怀的饭 骂着春怀的老板 为了稳住他 大家纷纷点头同意 而此后一周 许家言对大家 和颜悦色急了 同时以资方要求的名义 提出要公司 全员采用重新竞聘制度 意思是让所有员工 签竞聘协议 竞聘协议中 还有一句重点句型 所有人的岗位薪酬 自动解除 重新参加公司的岗位竞聘 许家言的这番操作 自以为高明无比 却被大家在群里 骂得狗屁不胜 许总说了一一给大家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不管老人还是新人 能者升职加薪 哈哈 这不就等于告诉咱 他喜欢谁就给谁加薪 能者加薪 不如直接说给方哲 这条哈巴狗加薪得了 可惜许总不懂法 是的 许家言不知道是不懂法 还是觉得自己背景深厚 就可以脚踩法律底线 这个竞聘协议 简直是劳动法于无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了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或者投资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旅行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 或者分离等情况 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劳动合同由成绩其权利 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只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才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现在许家言单方面 变更原劳动合同 大家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纷纷申请了劳动仲裁 其实一般用人单位 采取这种龌龊手段 都不过是算准了员工是弱势群体 离不开公司 而且这种情形 一般只针对底层劳动者 欺负对方没什么文化 也不知道维权 只能吃闷亏 而许家言之所以这么干 只能归结于前面大家演戏演得太逼真了 无论他如何作践 都没有一个人辞职 以至于让他产生了大家离了春怀 就无路可走的错觉 所以愈发无法无天起来 使出了这么一个婚招 很快 春怀就被约谈了 因为申请劳动仲裁的员工过多 劳动监察大队直接将春怀当成负面典型 还发了一波公告 称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 必须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 大家纷纷上网发帖 痛斥自己在春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还不忘了春怀背后的资方 变相裁员是否为收购条件的一部分 裁员却不肯赔偿 是不是资方没钱了 这么一波操作下来 别说春怀形象大跌 就连春怀背后资方的股票都跟着跌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这件事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 小伙伴们从春怀离开的时候 个个都拿到了赔偿 广进计划圆满成功 他们拿着春怀给的N加1 转身就进了我的新公司 也不知道顾怀和许佳妍 知道会不会被气得吐血 拉拉杂杂忙了一个多月 我终于将新公司筹备得七七八八了 陈女士问我是不是则即日开业的时候 我跟她说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人 从前在春怀 我完全可以放心主外 就是因为在春怀内部 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 不过我和这个人之间 只有工作配合 并无私下交情 甚至于 在我离开春怀的时候 与我并肩作战了五年的她 并没有出来送 她就是春怀的内容总监简医 当初东方集团给春怀的第一个大合同 就是她做的策划 只要把挖她到我的新公司 我相信新公司的业务 就能飞速赚起来 许是老天眷顾我 正当我要出门去找简妮的时候 竟然接到了简妮的电话 按照住兴奋的心 我立刻和她约了见面 见面后五分钟 我就在心里确定 我的新公司要起飞 据简妮说 在我离职当天 许家妍特意去找她 约她晚上一起吃饭 我简直要笑死 许家妍并不了解简妮 简妮是一个虽然可以加班 但从不跟同事在外吃饭的人 在春怀的五年 每次年会她都有理由请假 从前顾怀就对此非常不满 认为简妮这人不合群 但我跟她说 打工就是打工 下班不和同事吃饭 这不是天经地义 果不其然 简妮对许家妍的邀约直接拒绝 委婉不了一点 让许家妍十分没脸 结果就因为 没去吃许家妍的饭 简妮被许家妍 判定也是和我一伙的 事后处处针对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她很不专业 你知道吗 她就是因为我说她不专业 才二话不说 把我裁掉了 简妮说 听到不专业这三个字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因为不专业这三个字 几乎是简妮的口头禅 以前与我打配合的时候 她也常常说我不专业 但其实 她完全明白 我只是更关注客户的需求 而她 也会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 实现她所策划内容的艺术性 所以 以前 每当她说我不专业 我就会笑着捧她一句 你专业 你最专业 没想到 许家妮连这三个字 都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的后果 居然是选择高赔偿金裁员 不服真不行 望着一份填膺的简妮 我问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你来找我 想必是知道我要开公司 我也确实需要人 咱直接谈薪酬吧 你希望多少 简妮沉思三秒 脱口而出 最少加薪 百分之二十 不然我找别家 哼 这是有备而来 她不知道 原本 我是做好了掌薪百分之五十 也要给她挖过来的 拼命抑制柱上翘的嘴角 我向简妮伸出手 那就一言为定 等新公司正式上了轨道 再给可爱的简妮同学加薪吧 新公司开业当天 顾怀和许家妮居然来东方集团 拜访老客户了 由于我之前叮嘱过魏盈他们 顾怀和许家妮并不知道我的新公司 正是东方集团的子公司 在陈女士的召唤下 我作为东方集团的代表 带着我从春淮带出来的半壁江山们 在偌大的会议室里 与顾怀和许家妮碰面了 看着简妮和魏盈等人 顾怀和许家妮的脸色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许家妮居然愚蠢地问我 带这么多人来 是不是来跟她抢客户的 我只好里一里飘逸地秀发 告诉她 东方集团成立了新的全资广告子公司 由我和我的团队负责经营 所以呢 在春淮在完成最后一个月的服务周期后 新的合同就不续签了 毕竟老板让我来做新公司 就是要节约成本 扩大盈利的嘛 以前春淮的客户 我都直接拉来东方继续服务就好了 春淮能做到的 东方全都能做到 春淮做不到的 我背靠东方集团也能做到 你们说是不是呀 顾总 许副总 剑拔弩张之下 魏盈带头笑场 众人也都忍不住笑了 顾怀气的鼻子都要歪了 堂堂 你这是小人得志 许家言与他一唱一和 你不要得意 集团的合同 春淮一样风生水起 不怕告诉你 我们马上就会和牧远集团签合同 感谢你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订单 我笑笑 是吗 那么大的合同 你们可别噎死哦 大概是我又冒犯了许家言 顾怀十分生气 他几乎是对着整个东方集团大喊 堂堂 等你的新东家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人家会退货的 像你这种没有硬实力的人 走不远的 看着顾怀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突然发现 原来 做坏事是会让一个人变丑的 虽然被我对了一顿 但有一句话 许家言没有骗人 他确实已经和牧远集团建立了联系 他们双方已经拟定了合同细节 即将签约 所以 在我再三联系牧远集团的时候 对接人忠于不耐 牧远集团看中的是春怀的实力 而不是你堂堂的实力 既然已经从春怀离职了 怎么还总是给我打电话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挂了电话 我笑而不语 通过线人 我打听到了 许家言与顾怀亲赴海城 与牧远签约的消息 我带着简妮 也去了海城 如我所料 同一班班机 我们在机场相遇 许家言嘲讽我 不要再做无用功 牧远集团 我们势在必得 我戴上耳机 问简妮 你听到狗叫了吗 你不觉得吵 简妮无语 但依旧配合地戴上了耳机 许家言被气到脸色铁青 戴上了飞机 简妮一直在我耳边锅躁 问我到底有几分把握 我闭目养神 只告诉她 成大事的第一条 就是要沉得住气 这句话 气得简妮直接戴上了眼罩 飞行的两个多小时里 再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当晚 我们下了飞机 直奔豪华酒店 我跟简妮说睡个好觉 明天等我消息 就把她塞进了属于她的房间 而我 则进了她隔壁的房间 辗转反侧了一宿 直到第二天上午 我的电话响起 对面 还是那个牧远集团的对接人 她在电话里 已经完全变了一副腔调 为那天 对我的怠慢深感抱歉 然后话头一转 便请我务必尽快赶到公司 我假作惊讶 哎呀 您不是说贵公司看中的是春怀的实力吗 我堂堂算什么呀 对方听上去都要哭了 唐小姐 请您务必今天赶到公司 我们牧总点名了 只跟您一人签约 而且 她老人家说了 即时只有一个 如果您在即时之前不能赶到 她就唯我识问 我笑咪咪挂断电话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总要给你一个面子 我刚巧来海城散心 现在就住在辉月酒店 你到这来接我吧 挂断电话 我才去敲了简妮的房门 简妮目瞪口呆 问我到底怎么搞定的对方老板 这一宿给她急得根本没睡好 我跟她说 谜底嘛 总要藏到最后一刻才有意思 挨了她一肘 我们两个被对接人 接到牧远集团总部的时候 正好在公司楼下 与被扫地出门的许家妍和顾怀擦肩而过 两人脸色灰败 想来心情不怎么美丽 我则笑出一口大白牙 热情地冲两人打起招呼 哎哟 不是说对牧远集团志在必得吗 这么快就杀雨而归了 许家言恨恨地瞥了我一眼 目光像脆了毒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 下作手段勾引了那个牧总 不得不说 你还真是重口味 连老头都睡 我故意大声 你说啥 你说我勾引牧总 哎呀 牧总快来听听 有人诽谤 快让集团法务来追究他法律责任 许家言刚想辩驳 那个他口中 那个被我勾引的牧总 已经从他背后大步走了上来 老爷子人高马大 嫌恶地望了他一眼 你们怎么还没走 真是晦气 然后毫不客气地 让门口的保安把人赶出去 这两个人的脸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许他们踏进集团大门 免得坏了风水 之后就不顾许家言和顾怀铁青的脸 热情洋溢地握住我的手 小唐 你可终于来了 我向他解释 不好意思 回去之后出了一些状况 现在我换到另一家公司上班 不过好消息是 内容总监还是原来那一个 我将简妮介绍给牧总 牧总打量简妮两眼 满意点头 嗯 不错 长得有福气 简妮两眼黑线 牧总已经大手一挥问我 合同带了吗 赶紧签 不要误了及时 隔着旋转玻璃门 可以清楚地看见 顾怀二人足脸上的 极恨与不甘 我冲他们 扬了扬手中的合同 头也不回地 跟牧总前往 位于二十四层的总裁办 不得不说 这种将对手远远 贴在身后的感觉真好 顾怀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我赢他的原因 这些年 他稳坐老板的位置 任我去给他开疆拓土 他以为维护客户 只需要方案好就能胜出 能做到行业头部的公司不少 这些公司能拿出来的方案论 优秀程度都差不多 真正影响甲方决策的 往往是人的喜好 而人却是这个世界上 最复杂的生物 比如这位老牧总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潮善人 最迷信 我在海城出差的两个礼拜 除了在方案方面精益求精之外 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老牧总虽然是大老板 却喜欢买彩票 他会根据彩票的中奖情况 来判断一天的运势 而我则买通了他常去光顾的彩票点的老板 只在他中奖的时候联系他 约他见面 久而久之 老牧总便认为我是忘他的人 随即 我又买通了他信任的大师 让大师盖戳认定 我与他八字相合 跟我合作 他的新产品一定水涨船高 所以 我才能笃定 他只会跟我个人签合同 这个合同签订后 我这个子公司第一年的盈利目标 已经完成了 与我这边的风生水起不同 春怀的业绩却直线下降 下降 资方收购春怀 并让顾怀继续担任公司总裁 是跟顾怀签了对赌协议的 业绩达不到预期目标 他要对投资人进行业绩补偿 据说要面临近千万的现金赔偿 为赢幸灾乐祸地 跟我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 春怀的业绩一直不错 顾怀不卖公司 他个人一年的纯收入也能在三四百万 我实在想不通 他为何要签这种对赌协议 也要将公司卖掉 简妮却表示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贪心呗 他不卖公司 踏踏实实做 做到头也就是个广告公司老板 但卖掉公司 万一对赌成功了 他一下子身价翻了好几番 一下子就躋身成功人士了 最后简妮叹息着问我 你从前跟他那么熟 难道就没有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对成功 极度渴望的人嘛 我说的这个成功 指的是成为人上人的那种成功 他选许佳言 和他签对赌协议 其实都出于一个原因 我们普通人追求的成功 根本不能满足他 说到底 你和他不是一种人 我愣住 眼前却浮现出当年 他一脸焦急地带我去医院 还认真给我熬粥的模样 还有后来 我喝多了进了医院 他彻夜守在我床前 眼睛都熬红了的模样 记忆里的这些他 最终都会成在那个 被许佳言嘲讽的晚上 将自己灌到烂醉后 泪如雨下的顾怀 他说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或许 这就是他出人头地的方式 但这些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曾经爱过顾怀 但我的爱是建立在 他也爱我的基础上的 早在他选择了许佳言的时候 他这个人 与我来说 便已经是妥昨日废料 我不后悔曾经爱过的日子 也不会自愿自艺于被渣男辜负 因为我知道 我作为堂堂的价值 从来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爱而改变 他爱我 我是堂堂 他不爱我 我依旧是堂堂 我人生的一切过往 都有我自己创造 未来也依旧靠我双手缔结 我拍拍简妮的肩膀 招呼他 走 去见客户 没想到 我很快就又与顾怀见面了 那是在一个商业宴会上 当天 久已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大佬 许青山也来了 许青山便是 许佳言传说中的神秘爸爸 他一出现 便众星捧月一般被人围住 顾怀也在其中 奇怪的是 许佳言却并没有跟他在一起 而接下来的一幕 几乎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堪称年度社死明场面 顾怀热切地介绍 自己是许佳言的男朋友 佳言可能还没有向您提起过我 他一直让我以您为榜样 说在我做出像样的成绩之前 不愿意将我带给您认识 但我想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今天正好有机会跟您见面 我就毛遂自荐吧 虽然我现在做出的成绩微不足道 连您的万一都比不上 但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他的滔滔不绝 换来的却是对方皱眉打断 你是佳言的男朋友 顾怀点头 对方笑笑 那你正好回去转告他 这些年 我们许佳看在他奶奶 为我们家服务那么多年的份上 容忍他在外以许佳人的名义行走 已经人质易尽了 现在他奶奶都不在了 他和许佳在无瓜葛 以后再冒充我女儿 我可要追究法律责任了 一时之间 整个宴会厅都落真可闻 顾怀的脸色请客间煞白 不死心道 您是说 许佳言确实不是您的女儿吗 许青山怜悯地看着她 她是我家保姆的孙女 年轻人想成功地心我能理解 但想走捷径 潘高知 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 说完这句话 许青山便不再理会顾怀 继续跟别人应酬去了 顾怀失魂落魄地 在原地站了好大一会儿 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冲出了宴会厅 社交场上像炸开了锅 一时之间 说什么的都有 说得最多的是 许佳言就是个杀猪盘 明摆着顾怀被骗惨了 前段时间 羡慕顾怀攀上高知的人 此时最是幸灾乐祸 有不少好事者 甚至聚在我身边 恭喜我大仇得报 我笑嘻嘻地喝了他们恭贺的酒 我知这些人此刻的义愤填膺 并无多少真心 但who cares 见人添收 终归事件喜事 当福一大白 这之后不久 我便听说许佳言与顾怀 都被他们身后的资方解雇了 顾怀对赌失败 赔了好多钱 听说连房子都被卖了 老实说 这个消息让我很诧异 我知道顾怀这些年 还是挣了不少钱 不至于到要卖房子的地步 但很快 我就知道了原因 顾怀卖房的确切原因 是方哲告诉我的 他到公司找我 公司不让他进 他就跑到大马路上拦住了我的车 据他说 资方开了许佳言和顾怀 另外派了新的领导 接手春怀 所以春怀又进行了一波人员大清洗 这一次 作为顾怀亲信的方哲 理所当然也被清洗了 方哲扒着我的车窗 哭得鼻涕眼泪不分家 一米八的大男人 就差给我下跪了 他说他上有老 下有小 又有一万多块钱的房贷要还 当初实在是迫不得已 才选择顾怀和许佳言 可谁知顾怀就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他着了许佳言的道 不但不好好做公司 还拿钱去投资什么 一美一气 想要一夜抱负 结果不但公司没业绩对赌失败 投资也完全打了水漂 许佳言自知坑了顾怀 躲了起来 您知道吗 他还去找了许青山 许佳言一直说许青山是他爸爸 所以顾怀找上门去 想找许青山帮忙填填窟窿 这才知道许佳言根本不是许青山的女儿 只是人家家里保姆的孙女 这下顾怀彻底没了办法 连房子都要卖掉赔给大老板 这就叫恶有恶报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方哲是想通过恶心顾怀的方式来 再度获取我的信任 堂堂姐 以前是我眼瞎 我对不住您 求您看在往日情分上 再给我一口饭吃 不然我真要跳楼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谄媚的小人 明白即使被春怀开除 她面前的路也并不是只有我堂堂这一条 但她选择来求我 只是说明她还拿我当个傻瓜 我讨厌将我当成傻瓜的人 不再理会她 我到车之后踩了油门 擦着她的肩膀飞速离开 但这闹心的一天 还远远没有结束 夜里十点 我回到家 居然看到了顾准 她整个人都憔悴得不行 蹲在角落 全然没了往日的神采 她显然是在等我 见了我 她立刻站起身来 脸上站出一个不知道 是哭还是笑的表情 她戚戚爱爱地问我 她遭了报应 我是否开心 我说 说真心话 真挺开心的 顾怀低下头 半赏没说话 我不打算再和她说什么 开门进家 她却在我关门的瞬间 把住了房门说 堂堂 我后悔了 隔着一道门缝 我看见她的眼泪 砸到地面上 不知为何 她这个低头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 我们一起在甲方门口 遇到许家言那天的那个她 可是 我早已不是那时的堂堂 我顺手挂上了门栓 准备关门 顾怀 烂人是不配后悔的 顾怀却死死把住门 好像那一道门缝 是她最后的机会 我不肯开门 跟她完全对峙住 就在这时 顾怀突然大吼 堂堂 把门打开 没有我 你能有今天 我感觉到了顾怀的疯狂 死命抵住门板 试图关门 可她也死命推门 试图进来 你把我的客户都抢走 才把我逼到绝路上 你现在想把我甩了 没门 终究我的力气 不如她大 门缝越来越大 顾怀好像疯了 许家言是个婊子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是骗子 都是婊子 臭婊子快开门 信不信我进去杀了你 顾怀的一只手伸进门内 想要打开门栓 我这才发现 她的袖口 有一片不算陈旧的血迹 恐惧爬满了我的全身 我一边抵着门板 一边掏出 手机拨了110 顾怀知道我报警后 更加疯狂地推门 居然打开了门栓 就在我要体力不支的时候 顾怀像是突然泄了气 门啪的一声 被我关上了 不过三秒 门外传来 简妮的声音 开门 是我 我打开门 发现简妮手持电棍 而顾怀 已经如烂泥一样 瘫倒在地 警察很快就来了 将我们全部代付了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我才知道 在来找我之前 顾怀竟然把许家妍杀了 因为许家妍骗走了顾怀所有的钱 为了保持许青山 女儿的白富美人设 许家妍借了很多高利贷 她以为这样就能套牢 某些人傻钱多的二代 熟知二代们一个比一个惊 大家都只是跟她玩玩 蹉跎了四五年 许家妍又遇到冉冉升起的顾怀 这一次 她看中了白手起家的顾怀 他们赶走我 一起经营公司 却发现 她俩谁都不是能搞经营的人 为了填补高利贷的窟窿 许家妍骗顾怀说 有个依美仪器的投资文饼不赔 就这样骗到了顾怀依美仪器的投资 稳赚不赔 就这样骗到了顾准卖公司得来的钱 结果公司经营越来越差 所谓的依美仪器投资 更是血本无归 为了不还钱 许家妍躲了起来 这才发生了顾怀去找许青山 得知许家妍是冒牌货的事情 一夜之间 一无所有的顾怀 最后还是找到了许家妍 他们两个互相指责 顾怀骂许家妍是骗子 许家妍骂顾怀 还是学校里那个臭屌丝 想跟自己在一起 就是痴心妄想 就是这句话 让顾怀上头了 他一冲动 许家妍杀了 他杀人的事情 被警察通报在网上 我因为忙着工作 没看手机 所以并不知道 而顾怀则因为情绪上头 也没有看手机 只有简妮看到新闻后 判断顾怀很可能来找我 所以带了电棍来找我 然后果然在我家门口 看到了想要行凶的他 出了警局的门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简妮说 顾怀杀许家妍 证据确凿 在我家门口试图破门 人证物证都在 这次肯定要死刑了 劫后余生 看着漫天的星星 我忍不住 靠在简妮肩膀上哭了 我跟简妮说 谢谢 谢谢你担心我 谢谢你危险来救我 简妮却推开了我 他一本正经地推推眼镜 唐总 我是你的员工 我可不是担心你 我只是担心我的钱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上哪去找 这么高工资的工作呢 哦对了 上个月 因为业务量上涨 简妮的工资 已经比入职前 涨薪百分之百了 我重新抱住他 工资今年不能再涨了 这波已经到极限了 他的脊背瞬间僵直 然后一寸一寸软下来 算我积善行得 明年该涨还是涨哦 我笑得眼泪又出来了 好 明年 夜幕之下 不远处有几个人 影边跑边向我招手 我擦擦眼泪 才看清来人是 魏盈和随小山他们 虽然刚刚经历了 生死难料的荒唐事 但看着这几个 向我奔来的人影 我想 老天爷 到底待我堂堂不薄 姐妹们 未来 一起走花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